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火神是祝容 水神是贡宫 渔民拜妈祖 警察奉关宫 门神是秦淑宝与玉石宫 孝神是谁 谁知道 谁 周星驰嘞 带楼怎么搞错 周星驰是石神 话说 在距离京城不远的地方 有座不大不小的山 山里头住了一只袋鼠 这只袋鼠不肯笑 注意咯 不是袋鼠不会笑 是他不肯笑 为了这件事情 皇上火大了 他万万想不到 小小的一只袋鼠 凭什么明明会笑 就故意不笑 皇上颁下圣旨 不论是谁 只要有本事把这只袋鼠给逗笑了 谁就被封为笑神 这消息一传出来 整个京城都骚动了起来 大家都想去逗袋鼠笑 哎 笑神呢 这不知道受多少人的敬重 还不知道有多少的好处 就在大家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的时候 呦 三个人站了出来 这三位是京城里面 鼎鼎有名的搞笑大师 真好笑 金河球 So funny 这三位平常就是靠说笑话来讨生活的 他们表演的形式很特别 多半是站在马路边上 一二三就开始说笑话了 有些时候呢 也会在一些市场庙会摆地摊来说笑话 说什么 像乞丐 哇靠 哎哎哎 你这讲话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你这个人呢 说对了 说的不好听的叫乞丐 说的好听一点呢 就叫街头一人 大家一瞧 呦 这三位大师出马 得 笑神没自个儿的份了 还是回家吧 结果呢 皇上下的这道圣旨 最后只有三个人去 上头的人说话 下头没什么人理 这也没什么嘛 大家应该早就见怪不怪了 是不是 就是我们的政府也一直叫大家要缴税 结果还不是很多人没缴 一个人就欠了24亿 哦呼 早知道去年我那两万多哦 小时候 想太多 坐下